11月9号中共三中全会开幕 在此之前的一天 中共党报人民日报再次抛出有关 两个三十年互不否定的说法 大陆学者对此指出 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 事实上就是对毛泽东的大跃进还有文革的否定 但是中共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合法性而掩耳盗铃 而两个三十年互不否定的说法 也预示着三中全会不会带来根本上的变化 人民日报这篇文章是基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1月份的讲话 1月5号习近平在高层会议上宣称 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 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北京外国语大学新闻学副教授乔木对新唐人表示 中共执政的前后三十年肯定是互相否定的 在此之前中共也对文革进行了彻底否定 前三十年肯定是否定了 前三十年所谓的人民公社大业进文革这一套 肯定是否定了后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这一套的 回到后三十年来说 对前三十年也是一个否定 乔木分析习近平这么讲有他的政治上的考虑 他是为了强调共产党的领导权威 强调意识形态强调社会主义制度 大陆自由派媒体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杨继生表示 所谓不能互相否定就是不能否定共产党的领导 曾任雅虎中国总经理的谢文分析 习近平发表这番言论的另外一个原因是 高层派系斗争激烈 习近平试图弥合裂痕 在现在左右尖锐对立 大家看法不一 矛盾重重 而国内又面临着下一步要改革的不是很高的情况下 他只好相对来说站在一个中立的立场上 因为现在社会上一部分人否定前三十年 一部分人否定后三十年 那么他干脆说 这两个其实是有一致的地方 你们既不要否定前三十年 也不要否定后三十年 乔木指出 事关一个国家和十三亿人大政方针的会议 中共却采取完全封闭的秘密形式 令人诧异 也显示出中共不会有根本性的变化 一般认为还是化糖不化药吧 切不变道义不变吧 穿旧鞋走老路吧 这时候肯定是不太满意 他们希望能在言论自由啊 思考独立啊 学术自由啊 各方面来说有更大的空间 可是从整个这半年以来的网络整肃啊 也弄打压来说 那且看不到这些迹象 乔木表示 从民众来说 他们更关注民生 希望民生福利 诸如养老 医疗 住房等方面有改善 但是现在没有看到有多少变化 至于商人一直在选择用脚投票 从香港商人李嘉诚撤资 到中国大量移民潮 显示他们在规避风险 对未来发展不信任 不看好 上世纪80年代 曾担任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研究人员的吴伟 对美国纽约时报表示 中共一方面举起左派的旗帜 一方面说必须有改革 他们没有显示任何解决政治问题的愿望 但是如果他们不在政治层面解决问题 大多数这些经济改革措施 在完成之前将土崩瓦解